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酒会气氛带到最高点 4月6日上午由海军三位医官 一名要师及一名医务士等五位人员 为索性市郊Burns Creek社区提供议诊服务 海军支队长等干部 4月6日除了由乌大使陪同视察议诊活动外 也分别参访美军阵亡僵尸纪念碑 我原建索国国会大厦办公大楼工程 及驻索罗门技术团团部 4月7日上午 索国李诺总理及乌大使 乌支队长共同主持台索两国国际盛期典礼 总理致辞实强调 本次督睦舰队访问索罗门顺利成功 尤其我一整服务真正服务索国人民 他个人感觉非常印象深刻 并期待支队不久将来能再度到访索罗门 典礼结束后 总理、外长等政要及乌大使与现场250多位官兵 一一握手致意 随后我舰队起毛离港 结束访问索罗门的行程 感谢观看